第568集 秋季七月 为公曹操进宫孙权 留下小儿子林侯曹植守卫业程 曹操为自己的几个儿子选任高级别的官员 任命刑拥为曹植的家成 他严格约束曹植从不退让 因此跟曹植不合 树子刘真擅长写文章 辞早华丽 曹植对他很亲近喜爱 刘真写信劝谏曹植 君侯 您只采携树子我华丽的春花 而忽视了家成的秋时 将会为君上招来毁谤 罪过不孝啊 我实在感到恐惧 为尚书令巡忧去世 巡忧是个厉害的人物 深沉明智 善于保护自己 自从跟随卫公曹操四方征战 经常参与机密 经常参与机密 献计献策 曹操曾经称赞说 巡忧尽献好的建议 不被采纳就不罢休 巡忧劝谏我的过失 不达目的 不达目的就不停止 又说 巡忧和巡忧 两位上书令 对人物的评论 时间欲久 欲显示他们的观点中肯 让我终身不忘 以前 罕人宋建 趁着梁州动乱 自己号称 合守平汉王 更改年号 设置官署 任命各级官吏 长达三十多年 冬季十月 卫公曹操派夏侯渊 从兴国出发 征讨宋建 包围并攻克了罕 将宋建斩首 夏侯渊派张等人 渡过黄河 进入小黄中 河西强人各部落 全部归降 拢右地区被平定 汉县帝自从建都许昌以来 实力不过硬 仅仅能够保住 自己的皇帝地位而已 左右随从侍卫 无一不是曹操的人 一郎赵燕 经常为汉县帝分析 实事进县对策 因而就遭到了 卫公曹操的憎恶 而被杀害 后来 曹操有事 进殿建县帝 汉县帝无法控制恐惧 对曹操说 您若能辅佐我 就对我宽厚些 否则 您就开恩 不要管我了 曹操大惊失色 急忙应付着 请求告辞 汉朝旧制规定 领兵的三公 在朝建皇帝的时候 都要由虎奔武士 持刀携持 曹操出殿后 回顾左右 汉流加倍 从此不再朝建汉帝 董承的女儿 是县帝的贵人 曹操杀掉董承以后 要求把他的女儿 董贵人也杀死 汉县帝 以贵人有身孕为由 多次向曹操求情 曹操都不同意 扶皇后因此 而心怀恐惧 写信给父亲扶完 说了曹操逼迫 皇帝的凶恶行为 结果事情泄露出来 曹操知道后 非常愤怒 11月 派御史大夫西律 带着福洁和册书 收缴了皇后的 印喜受贷 派尚书令华新 率兵入宫 逮捕福皇后 皇后关上门 藏在家墙里 华新砸门破壁 把皇后拖了出来 汉县帝当时在外殿 招呼西律坐下 皇后披头散发 光着双脚边走边哭 经过县帝面前 决别说 不能再救我一命吗 县帝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几时 他看着西律说 西宫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吗 就这样把皇后 关在宫中的监狱里 幽禁而死 他生的两个皇子 也都被用毒酒毒死了 他的兄弟 以及宗族亲属被害者 有一百多人 十二月 卫公曹操到达孟金 曹操任命上书郎 高柔为李曹苑 就有的法令规定 军队争来的兵士逃跑了 要追究他们妻子儿女的责任 但士兵逃亡仍然不断 曹操要加重对逃兵的刑罚 连带追究他们的父母兄弟 高柔说 士兵开小差确实很可恶 但听说他们之中 也常有人后悔 我以为 应当宽恕他们的妻子儿女 或许可以诱使他们 回心转意 只按照以前的法令 本已断绝了他们返回的愿望 要是再加重刑罚 我恐怕从今以后 军队中的士兵 见到一人逃跑 害怕自己受牵连而死 也会跟着逃跑 将不再有人可杀了 这样 加重刑罚 不但不能制止士兵逃跑 反而会使逃兵更多 曹操说很好 便停止了处死逃兵的刑罚 二十年 以为公元215年 春季正月十八日 卫公曹操的女儿曹贵人 被册立为皇后 三月 卫公曹操亲自率兵攻打张卢 准备从武都这个地方 进入敌人的住处 敌人在途中拦截 曹操派张和朱灵打败了敌人 下季四月 曹操从陈仓出散关 到达河池 敌王斗帽又不中一万多人 仪仗着地势险要 不肯降服 五月 曹军打败敌人 并进行屠杀 西平 金城的盐 蒋师等将领 共同杀死寒碎 把他的头颅献给曹操 以前 刘备在荆州的时候 周瑜 甘寅等人 多次劝孙权 夺取属地 孙权派遣使者 对刘备说 刘章软弱 不能保护自己 假如曹操得到属地 荆州就危险了 我现在计划 先攻破刘章 再击败张鲁 统一南方 即便是有十个草草 也不足为惧 刘备回答说 一周人民富裕 地势险要 刘章虽然软弱 保护自己 还是有足够的力量的 现在如果使军队 行进在蜀汉之地 参丰露宿 在万里道路上 转运吉仰 要想战必克 攻必取 举措不施力 就是孙武和吴启 也难以做到 议论的人 见曹操在赤壁失败 就说他已经没什么力量 不再有长远打算 然而现在三分天下 曹操已拥有其二 准备到沧海去引马 到快击吴郡来阅兵 怎么会守着这个局面 坐等年老呢 而抗曹的同盟之间 却无故自相攻伐 把机会借给曹操 让敌人钻空子 这不是长久之计 况且我和刘章都是刘姓贵族 希望凭借祖上尊严的神灵 匡扶汗潮 如今刘章得罪了您 我心中惶恐不安 不敢听从您的计划 请求宽恕 孙权不听刘备的劝告 派孙瑜率水军 驻扎在下口 刘备不允许孙权的军队过境 对孙瑜说 你们若要攻取属地 我就辞官归隐 不在天下人面前失信 便派关羽驻守江陵 张飞屯兵在紫规 诸葛亮聚守南郡 自己坐镇禅领 孙权不得已把孙瑜召回 急至刘备向西进攻刘章的时候 孙权说 这个华头竟敢如此搞阴谋诡计 刘备留下关羽防守江陵 鲁苏的防区与关羽为林 关羽多次产生疑虑 鲁苏则对他非常友好 让他逐渐消除了疑虑 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